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奠定了我们与弟兄的交通团契 主导文并未教导我们各自称天父为我的父 而是一起共同称他为我们的父 此事时警惕我们 在我们弟兄之间相爱之情应当是何等的强烈 因为我们同盟天父的怜悯和白白恩典 同是他的儿女 我们众信徒同有这位天父 并且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美善恩赐都是来自他 我们之间就不应有任何隔阂 反应全心乐意预备在有需要时彼此分享 既然我们应当乐意伸援手彼此帮助 那么我们对弟兄最大的帮助 就是将他们交托最慈悲怜悯天父的护理 因为他是仁慈和恩倦我们的 我们毫无缺乏 所以在他以外别无所求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对天父所欠的债 正如真正敬爱一家之父的人 同时也必以爱善待他的全家 照样我们敬爱天父也应当以同样的热忱与关爱 来对待他的子民 他的家庭 他的产业 因为天父如此尊荣他的儿女 教会的子民 称他们为他独生子所充满的 愿每一基督徒都照此准则祷告 认同并接纳一切在基督里的弟兄 不只是那些他目前所看见的信徒 也包括居住在地上的所有信徒 我们虽然不晓得神对他们的旨意计划如何 只能以虔诚仁爱之心祝福他们蒙恩 我们应当特别爱信徒一家的人 因使徒保罗特别吩咐我们 在凡事上更当这样 综上所述 我们一切的祷告都要纪念主内的子民 是神国和神家中所建立的团体 这并非表示 不可特别为自己或某些信徒祷告 只要我们在心思上 不孤立为小团体 与教会分离 其实 所有的祷告 都是以教会整体为根基和出发点 我们虽然有个人的祷告 但一切的祷告 都是以教会为目标 所以是合一的 为了整个教会 正如身体中 每一肢体的祈求 都是关联全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